各位姐妹们,平安。很快又进入到6月份了。 今天是6月10号,是由韦康牧师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在阻断措施结束之后, 分别以第一、第一个阶段,然后阻步到第三个阶段的解封的方式, 很谨慎地让各行各业逐渐恢复营业和各类型的活动。 教育的丢阶们也非常期待,希望能够尽快可以回到洗联堂来聚会。 特别是很多热烈的丢阶们都在询问。 但是因为暂时疫情的关系,教会仍然还不合适开放给大家回去聚会。 我们要祈求神怜悯和赤下智慧, 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冠病疫情中的常态生活。 冠病疫情带给了世界许多国家各方面的严重冲击和影响, 也使到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资源去对抗和遏制它。 各国也投入了大量的经济的援助配套来帮助遭受到伤害和困境中的国民去渡过这个难关。 就如在几天前,新加坡李总理在全国的电视广播时, 他就有讲述了, 冠病疫情同样带给新加坡严重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挑战与冲击。 而且他也提醒很多企业都必须要去思考创新或者是转型, 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继续地生存下去等等。 而且他还鼓励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这个挑战。 感恩的是,新加坡政府在这段艰难的时期, 不惜使用国家的储备金去推行四次的财政预刹案, 也透过了各种的援助措施设法来去帮助面对困境的国民。 各行各业以及家庭能够暂时度过这个难关。 而且他们也制定了一整套的计划, 准备去应对未来的挑战来重整新加坡的这个经济。 的确,疫情带来了各种严峻的冲击影响和挑战, 但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在疫情期间, 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彼此关怀, 付出的爱跟给予的温暖。 例如来说,提供为受到病毒感染的外籍劳工良好的医疗的照顾, 以及改善提升他们住宿环境的福利。 我们看到在社会上, 也有许多愿意无私付出, 伸出这个援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或者我们称他为牧民英雄。 比如, 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和义工们, 还有就是部分昼夜来运送货物和食物的送货源, 守护环境干净卫生的清洁工人, 还有一些未受到居家隔离的人去购买食物和热肠用品的三行人士等等。 这些都让我们看见, 在疫情的期间虽然带来了伤害、恐慌和痛苦, 但是同时也让人看到这世上的爱与温暖。 可见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互相效力的这个作用。 圣经新约书卷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么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就是安他旨意被抓的人。 单单以这节的经文或是结合上下文作为讲解, 它可以从多方面的角度和方式去解读这节经文所要传递的信息。 但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节的经文让我们晓得所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万事, 无论是我们看为或定义为好和不好的事, 都相信有神的旨意和一先之道的安排。 虽然我们不确定将来要遭遇有多少的无法预测的事, 可能也不知道在这些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上会得到哪一些的益处。 或者也可以说看不出也不确定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好或者不幸的事, 究竟是有什么神的美意或者这个安排。 在这么多的不确定中呢, 有一个是非常可以确定的, 就是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都会相互引起作用, 彼此互相的效力, 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叫我们得着这个益处, 尤其是爱神并按他旨意备着的人。 他们能够明论于看见和体会到在各种的这个事情上, 神他要给予人所得到的祝福是什么。 我们就以这个血连堂作为这个例子, 当这个冠病疫情在1月底或2月初刚发生不准, 血连堂教会就很迅速地设立了所需要的各种的基本的防疫的措施。 最后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求各区的信徒们能够每周提早到教会来协助测量这个体温和记录这个旅游史。 我们看见各区的信徒都很乐意地在这个每周提早地到这个洗测量的教会来给予学助和帮忙。 我们也看见有些信徒在崇拜结束三会之后, 愿意地继续留到下午等所有的信徒大部分离开后, 他们就开始呢为教会各处的这个电梯的按钮, 还有扶梯的这个楼梯的扶手,门把和新洲幼稚园排同这个玩乐场所的这个游戏设备和用餐的座椅呢, 用这个消毒液来喷洒, 然后呢以这个蘑菇呢去摩擦干净, 来维持整个环境清洁跟卫生。 这些丁姐们的举动让我们都看见, 他们愿意在艰难的时候付出这个爱心与这个时间, 让周遭的人得到祝福和这个益处。 之后随着疫情的加剧严重, 为了遵循政府的防御措施和维护信徒的健康, 教会暂时停止举行这个实体的崇拜。 但我也非常地感恩, 喜业堂教会得到了丢结门的这个协助, 帮忙去设置露营的器材, 协助这个预录这个视频, 还有进行这个线上的这个虚拟的这个崇拜。 而从这一些的调整跟改变里面, 我们也发现到, 这样一个调整跟改变, 让过去无法前来教会聚会, 或者可能在国外公主的信徒, 受到了这个祝福。 因为他们多了一个机会, 或是管道, 可以在家里, 或是国外去观看, 参与喜业堂献上的这个崇拜聚会。 而在进入到这个阻断措施的期间, 教会有这个机会, 透过各种不同的牧养方式, 继续地给予信徒们这个关怀与牧养。 比如说, 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透过拨打电话的方式, 来去联络对方。 特别我们会注重乐灵、 信徒、独居的, 和这些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 在我跟许多专家们在电话上联系时, 除了知道他们一切都安好, 有些信徒也告诉我们说, 他们在家也常做这个运动, 来保持身体的健康, 甚至还进行阅读圣经的这个一个计划目标, 希望能够在这段期间, 好好地读完一些的书卷。 听到这个之后, 让我们教母感到非常地欣慰和温馨。 乐灵更新小组的组长们, 也同时经常支店去关心和联系小组的组员。 一些组员也会很自动地去拨打电话给他们所认识的人, 彼此的温压和关怀在语言上, 彼此的给予这个鼓励和这个扶持。 而这一期期间也感恩的是, 在区会里, 有些懂得网上通讯科技操作的区会的小组呢, 他们也纷纷透过了这个通讯软体的这个协助, 开始了线上的小组聚会。 甚至我们还知道, 有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训练跟这个讨论会的这个聚会。 虽然这个阻断措施期间, 它暂时阻断人与人之间的相聚和接触, 但是它是没有办法阻断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愚和关怀。 信徒们之间仍然透过各种安全以合一的方式, 以这个委托收获员, 收获上门, 或者是在没有接触与保持记忆的情况之下, 将那些爱情的食物或新鲜的食材送给想要关心的人, 让彼此在面对各种压力、惊慌、愁烦或者所说时, 仍然能够感受到一时的这个温暖和爱心的这个关怀。 弟兄姐妹, 万事都互相效力, 疫情发生, 让人心里感到难受、 愁烦, 但是也见到更多人愿意付出爱和这个关怀, 使周遭的人得到这个祝福。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天空湖满了这个乌云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会感到很郁闷或者愁烦, 但是不要忘记, 当这个满天乌云散开了之后, 总会出现阳光古照的这个南天,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只要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安他旨意被遭的人。 疫情的发生, 确实带给人各种严峻的冲击影响和这个挑战, 让人感到害怕, 沮与沮, 或者是痛苦。 但同时也让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或者是要进入以冠病共存的这个新常代的生活里, 依然能够看见人与人之间美善的一面, 看到人愿意付出更多的关怀, 付出这个爱来给对方这个温暖。 因为神继续帮助我们, 让我们将爱继续传递出去, 不单使别人得到这个祝福, 也让别人看见我们所做的事, 如何努力活出这个福音的大量的见证, 使他们因此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甚至他们也或许会因此接受这个福音来跪向神。 让我们以这个行动, 透过不久的方式, 例如我们可以用拨打电话, 来彼此的关怀、温厚, 让丢结人们仍然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 有人在为他们做祷告。 也让我们以坚强、勇敢和信心, 并依靠神来去克服前面各种的挑战。 这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听或来唱这首诗歌, 叫做耶和华祝福满满, 这是闽南语版的。 这首诗歌曲,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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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